大家好我是AV啦 我今天是六哥 今天是六哥 六哥 六哥 這裡的地方 像不像拍武俠片的地方 其實這裡就是藍頭的六谷 而我現在在的這個 充滿著孟宗竹林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長沿鎮生態步道 就是一個可以讓大家逛下山的地方 今天來這裡就是 來他們的遊客中心 找他們的導覽員 認識一下藍頭這個地方的生態 因為畢竟這些地方來講 對香港也是比較少見到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深度遊 我們走吧 竹林它就是三根 你看它是一根一根的生態來的 在竹林裡面 它的氧氣適當的很多 所以多走竹林 對身體會健康 好漂亮啊這裡真的是 想說呢 他們說這裡因為 竹會產生很多氧氣 所以其實也挺多人會來這裡 打坐啊 冥想啊 或者做瑜伽的 但是當然啦 你可以在這裡 這些空間在這裡做這些活動的時候呢 要先問一下這裡竹林的業主先 所以這裡呢 會是一個你想靜下來的 一個享受 或者沉思 沉澱下的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這裡的竹林就是屬於台灣的孟宗竹 剛剛呢 就聽過導覽員介紹給我 最好最美的竹 就是位於四至六歲 好像我現在隔離這一枝竹 其實它還是屬於這個BB竹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包著竹筍 外面竹筍那些筍的葉 我們到現在才知道呢 原來呢 如果它不拔起來 不摘起來的話呢 它會變成 這些一枝枝竹的 最主要呢 怎麼分辨它是幾歲的竹呢 就是看它的顏色 譬如說這一枝竹呢 其實摸下去都是有點無神神的 其實呢 它還是屬於年輕一點的竹 它黃了 已經灰灰的 黃黃的的竹 就是代表它已經夠老 可以隔下來 可以開始 乘架子啊 會來搭鷹架啊 等等 真是第一次 深入這個竹的生態環境裡面 在我面前的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竹林 人家燒正的竹炭 但是所謂的竹炭呢 就是跟我們平時市面上 買到的那種清潔用啊 用品上面用的竹炭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種呢 只不過是 它們將這裡這一區比較老了 或者不用的的孟中竹呢 燒了成為這些灰 這些竹炭呢 其實還有一個功用的 就是呢 在我後面的這裡 超有趣 這些便當盒呢 為什麼會放在這裡呢 就是 將這些便當翻熱 其實早期呢 在這裡開墾 或者耕作這些竹林的農民呢 它們不是真的長期都住在山上的 它們有些呢 可能會在山下面 帶一些便當上來工作 為了它們可以將它們早上帶來的便當 然後下午吃的時候 更熱呢 就是用這些燒正的灰盡呢 就用來 助熱它們的便當 所以這個是以前 在這裡農民的一些智慧 一些小技巧 非常之有功用 在這裡才會有的 非常特別 各位台灣的朋友 看到我手上這一隻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呀 向導有跟我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大家都會知道的 一道那個菜的名字 就是竹筍炒肉絲 就是如果你不乖的時候 媽媽就會拿這個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那有點像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也有 一個類似的東西 叫藤條蜂居油 那現在呢 我在走的這條樓梯呢 就是從剛剛那個 長遠郡步道 一直往上面走呢 就是那個 林爽文 之前在這邊打最後的戰役 的那個 武戰場 其實現在我們整個山坡呢 就是以前的古進場 因為以前歷史裡面的一個人物呢 在清朝的時候呢 在這裡打過仗 所以就會叫做 古進場啦 但是我今天學到最多的 還是這個 竹筍炒肉絲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鹿谷的大輪山 身邊的呢 全部都是茶園 鹿谷的茶葉呢 全台灣是非常之有名的 尤其是這個洞頂烏龍茶 視乎那個氣候和時間呢 不時是會看到雲海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可能之後會經常來這裡 觀賞景色的一個好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我後面這個景色呢 聽說可以看到五個台灣的原始啦 包括有嘉義啦 雲林漿 化台中 還有藍頭 那其實我現在在體驗的呢 就是這裡的雲海茶席 只不過是今天這麼巧呢 就沒有雲海 不過在這個戶外的地方呢 泡一下茶呢 其實也是挺捨義的 喜歡喝茶的人呢 其實可以去台灣這樣的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初體驗 乾杯 咦?喝茶可以乾杯嗎? 沒有乾杯 我不好意思 請喝茶 請喝茶 先胡蓋行李 好我們注水 好 我好緊張 好就給它蓋起來 對 我要體驗一下這個自己泡茶 那你們呢就是我的客人 其實我們在茶匙上很少在 就是沖泡完之後我們才有做對話 因為這個時候啊 我們在等茶葉釋放 真正的茶道上其實 這一部分是不用講話的 對對對 很抱歉大家 很好 非常好 不可以搖 不可以向下抖 對不起 我把它卡掉 呵呵呵 那妳是盡量坐到上面 OK這樣就可以了 七分滿 七分滿 十二點鐘 十二點 五 你轉到十二的時候還要再轉到三 你現在 剛剛是這樣子對不對 剛剛是這樣子分茶湯 是 好 放到茶湯之後呢現在是三對不對 三 再轉到六 再轉到九 回家 呵呵呵 OK 回家囉 對是這樣子 好 就分杯 分杯 你要分茶了 把那個 喔 放到妳的面前 對 請喝茶 請喝茶 把最後一杯就留給自己 請用茶 請喝茶 這樣 直接把它乾完這樣 是嗎 分三 分三 分三四 慢慢喝 嗯 嗯 好了 甜 完成嗎 這樣就好了 太精采了 哈哈 我們現在喝完茶呢 就有一個可以DIY的 我們其中一個的行程 然後叫姐姐教我們怎麼做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柿子袋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裡是茶香 那我們會到朋友家喝茶 或是去參加一些茶室的活動 所以我們為了環保 所以我們自己家 自己的品杯 放到這個保護袋裡面 做保護 然後也是環保 而且又衛生 那柿子包呢 我們是用柿子的形狀 那用它的意義來象徵事事如意 好 像我們鹿骨香非常多的茶會的活動 是 春冬茶展的時候啊 你都可以到我們的鹿骨香農會那裡 去做品名 那你就可以帶著你這個 去那裡喝茶 我這樣會很突兀嗎 還是其實那邊每個人都這樣 都這樣 都這樣 所以真是鹿骨的文化 是啊 因為我們茶香嘛 好 去泡茶吧 不過這個行程還不錯 可以讓大家認識到 這邊茶的文化跟 多一點這樣子 那現在時間呢 其實差不多 我們行程也進行到日落了 那所以呢 就帶大家去看我今天住的民宿先 很特別 非常值得拍照 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好像日本 會不會太有feel啊 這裡 我很喜歡台灣呢 其實台灣有很多地方的 民宿呢 都好像日本一樣 只不過是它真的比較隱蔽 大家沒有辦法去拍照 哇 要準備多一點衣服 因為這裡 畢竟現在冬天 是日夜溫沙啤 順一點帶 這裡真的很適合拍戲 對 現在輪到我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房間是怎樣 那因為陸谷香是一個 生產粥很出名的地方 所以這間房間 有非常多粥的元素 大家看一下我後面這個 這個廁所呢 我一直都覺得很漂亮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其實我覺得台灣 在這一種 深山起的民宿呢 真的非常有用心 因為其實你不會預期到 你在山裡面 還可以住到 這麼漂亮 這麼完善設施的房 實木的這個 水漂 我後面呢 還有一道門 還有一個 室外的 浸浴的地方 大家看看 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今晚住的地方 那現在呢 就下去吃這個 民宿包的晚餐 還有一個 很可愛的DIY 竹的一個活動 還有一個夜間導覽 那這一天呢 就很軟 這個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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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他這個不在做 他就做一些 主意品 都可以用 他這個 這個老闆幫他用 扁這個 我們穿一個 雙巾 這兩個 我們這裡把它切開 等一下要把電 電腦就把 放進去 蓋著 我沒有帶手燙 沒有帶手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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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帶手燙 開來 快開來 這樣有嗎 好 OK啦 這頭撐過 要把時間 這樣 剛剛這樣倒 很厲害 這樣就不用再綁繩子 啊這有沙子 好 要把你刷一刷 要刷一刷 你就是帶手套 不然你 它會稍微炒 我差 我喜歡這樣子 原汁原味 煮燈籠 謝謝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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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房了 它這個很冷就算是變房色的 它會做對色 它會對色 我們現在在野遊 像我們剛剛做的那個燈籠 外銷去日本 但是這個導遊一直都在講台 我回去都不知道怎樣加字幕 大家加減看一下 對 鬆籠有羅漢松 五葉松 兩葉松 羅漢松 兩葉松 五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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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松的東西 如果人家賣一份 五十塊一百塊 你賣一份 整個在家 在家裡 人家會問 你們家有種松嗎 有種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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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那一樣 要花五十塊一百塊 剛剛我們就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 有四松一湯一飯 全部都是這裡的特色小吃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特別 我想說關於剛剛那個夜間導覽 其實我本身是打算把整個程 拍下去這個Vlog裡面 導覽到一半 我發現這個行程是屬於那種 需要你親身來體驗的一個地方 如果對這邊生態和文化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自己來這裡體驗一下 因為剛剛我想說 我遇到一個導遊 剛好是一個 說話很搞笑 生動 而且內容 全部都有興趣的一個導遊 所以非常之幸運 當然你不會每一次來都遇到同一個導遊 但是剛好晚上這個導遊 就是非常合我的口味 可以說是今天來講 最開心的一個行程 那明天見我們 現在要休息 明天就可以多點力氣去採茶 還有去挖筍 早安 早安 早安啊大家 在拼圖完這個文宿起了聲之後 現在就去做一個挖冬筍的體驗 他們說如果泥土表面有一點點濃起 還有有很多裂痕 或者粥的葉生得比較茂密 就是代表極大可能是有筍在裡面 但是我現在還沒找到 我現在找到一個類似龍器 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覺得像 這個應該沒有 這個應該沒有 這個不好找 不是不好找 是有內行跟沒有內行 那裡就一個錯 有嗎 有沒有看到筍子 沒有沒有 沒有斷 大力一點 好 好 我把它弄爆了 對 它下面應該很肥 沒有沒有 非常容易 這樣而已 謝謝 我的第一塊冬筍 給大家看 這些呢 是其他剛剛的團友畫的 這麼大顆 我只畫到這麼小顆 我有點明白怎樣找 但是 好像都是壯材 我現在認真畫 現在來這個 這個 你看這個 這邊的 有裂開 來 來挖 有沒有看到 哇 這個 這個呢 就是剛剛不小心畫到的BB筍 這個呢 就是剛剛我找到一個超大的冬筍 我本身看到它的頭 只有一丁丁 我就心想 應該很小 誰知道 整塊拔出來 燒粗糙 大肉 今天回去可以喝醇湯 其實體驗完之後 我真的發現 挺辛苦的 所以呢 要敬佩 這個 各韓各業界的農民 這些呢 就是我今天的戰利品 都算是 挺大的收穫 現在採完這個竹筍之後呢 就要去下一個地方 那現在呢 就來到又是鹿谷的一個廟裡面 這個神明呢 一直保佑著這裡整條村 整個山的平安 等等 那今天呢 就要看看要求什麼 它有分求平安 求幸福 求健康 以及求財富 每一樣你想求的呢 都是代表一種茶 那這個茶呢 就是用來沖來喝的 我覺得很特別 那我來這裡呢 選的呢 就是健康 來到這個廟裡面呢 跟這個神明祈求完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做這個 沖泡的動作 為什麼要穿這種衣服才差啊 這個比較亮 第二個就是防蚊 因為我們的茶園 譬如說都在那個山上嘛 在山上的時候 你要越明顯 譬如說我要喝水 我們就要去拿水去給你喝 對 茶主人就要拿水去給你喝 所以一定要跟他對比色 比喻採茶姑娘 現在呢 我就在這裡 體驗做這個 台灣的採茶姑娘 這個呢 就是台灣的主腦 就是用來擺茶葉 就是 你會看到人家 譬如說 蒙完之後 就會開始扔進去 扔到整籃都是茶葉 這樣 譬如說 一個框 兩塊葉 這樣 就不要逐塊是逐塊葉 就蒙了 他們說 因為茶葉就是這樣 這樣子 走吧 去採茶 但是我想說呢 其實現在呢 並不是採茶最佳的季節 其實現在 大概12月至3月這段期間呢 是這個茶葉的休眠期 其實最好的採茶時間呢 就是3月至11月這段時間呢 他們的茶葉會是最美的 所以呢 今次採茶呢 是示範給大家看採茶 究竟是怎樣的體驗 就是這樣 所以剛剛我已經採完茶 然後也把這個拿去祈福了 現在就是要在平茶的時間了 好啦 現在那一種茶呢 都已經沖好了 就繼續拿我昨天學會這個 DIY 齒袋 有我這隻杯 在這裡 試一下這幾款茶 那我要先猜一下 哪一壺是哪一款茶 這個很濃 喔 這是蜜香 這是泥 OK 以我這幾天的認識 這個那麼深顏色應該是有碳陪過的 烏龍茶應該是這邊最濃 發酵最久的吧 好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花香的 奶香嘛 就它吧 因為它有點奶的味道 其實妳都答對了 真的 真的 它奶香茶它本身味道會比較淡 但是它會有淡淡的一點點的奶香 不是真的是像牛奶那麼濃郁 再來就是幸福茶就是花香嘛 它是屬於在比較高海拔的一個茶區 它真的很香 好 那高海拔的茶區 它本身它帶的花香 它就是非常的雅致 那剛剛這個就是會有蜜香嘛 所以一聞就知道 有一點點蜂蜜的味道 有 對 那就是我們說的小綠葉蟬 去咬食過的一個茶品 那最後一個 當然妳最清楚的 就是好像不懂的人都說 它是像烤肉有沒有 對 那木炭的味道 所以它顏色就會特別的深 是這樣子 對 都好喝 都好喝 越來越好喝耶 越來越好喝 越來越貴啊 哈哈 是的 越來越貴 好 對 這種茶很濃 比較老一輩的人會喜歡這種 對 很多人就是老人茶 其實它就是 很多人是把這樣子連結 它是培火的茶 所以很多人喝到時候 老人茶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體驗過程當中 讓客人去了解 至少有四樣茶 是他們懂的 嗯 至少我現在用聞的 用看的就分辨得出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歡迎 太棒了 真的很棒的體驗 這兩天一夜下來呢 就是體驗過各種 少一輩的人會在做事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我自己這個年紀我覺得 對我來說非常新鮮 非常好玩 所以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來露骨 就是感受看看 走一趟我這次的行程 會很棒 你會很喜歡 對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